應該是偷車案 嘩,好厲害 首先,顯示一下棍法 嘩,好厲害 這個柱子不夠實 棍也打破了 破了偷車案 入屋偷色,我又打破了 像是幸運地打破了 掌劍,最重要是打碎他 好厲害,謝謝 謝謝,謝謝 總之一句說完 你們什麼案子 全部都打破了就對了 謝謝,這是很好的象徵 象徵著我們的警方 將什麼案子 逢案子法 我們用環鏡頭可以看看 剛才是將這些案子全部破了 那過程是怎樣 青少年犯罪的案件 破了,任何含劫都破了 無論男士、女士 都要學一招本式智慧術 看下大爺的司法 所以我仍有少少想問一下你 是的,恩師傅 其實中國武術的主旨是叫什麼呢 其實這個中國武術文化 就很多 如果我現在在這裡說 就說到今天早上都說不完 說就無謂說了 不如示範一下,好嗎 示範一下,好嗎 示範一下,好嗎 好,來,來,來 小心 小心 好像很想和便宣 這位中國武術 men 其實還有 意思是 插眼,插喉嚨 邊鱈,勾鱈 插眼 插喉嚨,邊鱈,勾鱈 或者 打匀正 贏牠 蠻 那你知道我們中國人當然會用腦 插 手 甚至是明天會把腦捏 真正武功的示範 只有一些搏擊 搏擊你 好快 喂喂喂 你在電影那裡 那些招數就非常乾淨非常清楚 你這樣打開來看不到 那怎麼辦 拍戲也不一樣 拍戲的動作要大一點 要美感一點 又示範一下 那些武功就慢一點 我先撐住 好 動作要大一點招式 好嗎 這樣就看得清楚了 我告訴你 現在那些拍戲 不只是拳腳 要飛天的 對呀 接著怎麼樣 不要嚇我們 真正武功 果然是真功功 各位 看不看 新手文字 差很厲害 好